第1336集 天狗自然没兴趣理会这些 此刻天狗虚影遮天蔽日 一爪子拍了下来 天狗 你真以为本王怕了你 昆王怒吓一声隔了近万里 你还没彻底复苏 隔空一击能奈我何 此刻昆王分身也爆发了 不再是分身 这一刻天地之间 唯有一柄凌厉到了极致的长剑 昆王分身寄托在了一柄长剑上 他的分身长存和这柄剑关系极大 好东西啊 此刻天狗巨大的眼睛也露出一模一样 一爪子拍下的同时惊喜道 昆昆不错呀 本王丢的天地剑居然被你找到了 滚 长剑之上爆发出昆王愤怒无比的吼声 天地剑 天地你大爷 这是他耗费了无数岁月 耗费了无数资源打造的半神器 昆王剑 怎么就成这狗丢的天地剑了 不 这狗又不是用剑 无耻 混蛋 这就是本王的天地剑 你敢夺本王的剑 找死 天狗那是猖狂无比 一爪子拍中了长剑 虚空破碎 此刻没有破碎几重天 而是如同金化一般 整个天空都被打成了琉璃状 昆王的长剑之上光芒暗淡了许多 而天狗爪子也虚幻了一些 可天狗不在意 此刻无比的愤怒 你夺本王之剑 趁本王沉眠 昆本王三千年 此仇必报 红昆去死 放屁 昆王怒骂 谁夺你剑了 谁困你三千年了 当年要不是自己让人带回了你的尸体 你能复苏吗 现在翻脸就不认人了 果然是狗脸 他刚骂完 一张狗嘴咬下 刺耳的响声震得方平 这些人都是精神力颤动 震动无比 这时候天狗那是一口咬中了长剑 打死都不松口 还本王天地剑 天狗声音响彻死方 红昆居然敢抢他兵器 给你脸了 非但如此 他的本体此刻也迅速往这边赶来 一边破空 一边对后方追来的首权人吼道 看澡堂子的 别追了 本王的天地剑被人夺走了 待会弄死那棵树 给你打个洗澡盆 咱俩对半分 好 这话 也就没传到天目这边 要不然天目这时候大概想撞死自己 无耻之徒 最近特别多 三界万余年来的无耻之徒 现在都快凑到一起了 虚空中 这一剑一狗那是缠上了 此刻 天目确实没有插手 就在方平他们都在看天的时候 天目忽然一个闪身 直接进入了棋盘中 天目进来了 棋盘中的黑色棋子 其实已经不多了 几乎是一眨眼 被天目拐杖击碎 那边常见微微颤动了一下 却是没多管 当年布下了天地棋盘 那可是他布下的 哪有那么简单 就把自己生死给搭进去了 天目也不管他 被天狗缠上了 这家伙能跑了才有鬼了 天狗难缠那是出了名的 哪怕霸天地都吃过亏 被这狗报复过 导致当年错过了大战 狗脾气那是真的不太好 击碎了那些黑色棋子 棋盘有崩溃的迹象 天目松了口气 威胁了他八千年的天地棋盘 终于要碎了 他刚松了口气 脸色一变 那边方平不知道什么时候 摸到了那棵小树旁边 此刻好像想伸手抓那棵金色果子 人亡 天目声音都尖锐了许多 你在干嘛 这时候你居然还有心思干这事 自己认识的到底是什么人 这家伙是斗天帝转世 谁信谁白痴 强者转世多少也带一些潜水的痕迹 斗天帝要是这德行 早就恶名远扬了 方平听到声音 那是一口朝金色果子咬下 先吃了再说 时间凝质了 这一刻 天上地下时间都凝质了 天狗正在一口咬的长剑嘎吱下 忽然巨大的眼睛看向方平 长剑好像也在看人 看方平 天目也在看方平 同时还在关注天狗 这动作这姿势 这才是天狗后翼吧 万里万 守全人好像也在观战 忽然吭吃直笑道 你后翼来了 这可不弱 天狗哼了一声 狗言爆发惊猛 那可不是本王后翼 不过有前途 该吃就得吃 没想到那木头居然凝聚了本元果 是本元果吧 也是个好东西 你现在还需要那些吗 本王受伤了 当然需要 守全人吃笑一声 看到了就是你的 天底下的好东西都是你的 九皇四弟没了 就没有东西不是你的了 无耻 至于刚刚说的二一天作物 自己分大树 他直接忽略了 砍大树打造一柄 趁手的兵器怎么了 方平好像咬到金果 结果 瞬间消失了 此刻不远处 天目松了口气 小树瞬间融入了拐杖 虽然这里的金果和小树都不是真正的 可这也融合了他许多精气神在内 真要被方平给吃了 他也会元气大伤的 方平眼神不善 我的果子呢 木老 方平抬头失忆了一下 这是苍茂要我带回去 给他当做零食吃的东西 苍茂饿了好几千年 瘦得跟皮包骨似的 天地离开之后 没有一日吃包裹 天计 大狗的脑袋就差冒出问号了 苍茂瘦成皮包骨了 那自己之前在本源世界看到的那只肥猫是什么情况 难道自己看花眼了 为何感觉比三千年前还要肥胖 以前还能飞得动 之前看到的时候 感觉飞起来都慢了 臃肿了不少 下方这小子没斗自己啊 也就这时候再咬着剑 要不然天狗能一口咬死他 红坤 剑给本王 木老 经过给我 方平刚说着 抬头看了一眼 满脸善善 我说你也说 什么情况 以前吧 我说我是天地 自从知道天地是狗 我再也不提这茬了 你都复苏了 咱俩应该没啥关系吧 你学我干嘛 天目呆滞 也有些头疼 你 要抢劫我 天狗就在上空 此刻天目也是悲伤莫名 这下怎么办 被看到了 方平还好啊 实力也就这样 可天狗看到了呀 怎么办呢 本源果 这是真正的好东西 这些年来 他吸收的那些能量 九成都投入了本源果中 凝聚这枚本源果 那是为了对抗昆王的 天地棋盘一战就是八千年 能一直不败 靠的就是本源果 他哪儿愿意送人 自己脱困之后 将本源果归还本源 他实力会有一次提升的 小友 这个 方平传音道 穆朗 快给我 我帮你给吃了 不给我 待会儿天地搞不好 直接撕碎了你 非要扒出来吃 怀避其罪啊 我吃了 你虽然有损失 可我当你完成了一个条件 天地吃了 顺手牵羊 连你都给吃了 那就什么都没了 天目老脸抽搐 这话说的连我也给吃了 没那么夸张吧 老朽的精神很强大的 上古第一术 天狗咬不动的 可是 自己诞生了意识 这吃不了自己本体 吃自己的精神体 那还是可以的 天狗和昆王可不一样 昆王不杀他 那是想融合他 天狗可不会在意这个 直接把他从树里 拖出来给吃了 可能性不小的 天目 还等 要来了 奔体要来了 咬死了昆王分身 下一个就是你了 天目悲愤莫名 老朽怎么了 凭什么要被你们吃 老朽可是上古第一术 好吧 实力不如狗 第一术都没用 小友 天地没那么霸道 这本原果 对小友用处也不大 我说了 给苍茅带回去的 天目差点拍死他 你刚刚还说你自己吃 现在还说给苍茅带回去吃 你当我是白痴吗 这一人一数在对话 上空昆王爆发了 呲拉一声 常见将狗牙斩断了一颗 毕竟只是投影 不是真身 一柄半神器 在昆王接近 圣人级实力的爆发下 还是斩断了狗牙 找死 天狗大怒 红昆居然敢斩自己的投影 不要命了 混找东西 当年本王和你父谈笑风生 你这混掌 连端茶倒水的资格都没 今日居然敢斩本王 无尊无辈 该死 长剑挣脱了狗嘴 昆王须影出现 手吹长剑 怒不可遏 你也配合我父相提并论 这狗要点脸啊 你这只无耻的狗东西 也敢和黄者并利 找死 天狗因为本体靠近 投影也是越来越强大 狗爪子一拍 虚空炸裂 张口就咬 长剑想跑 确实再次被咬中 此拉一身火星四射 还不是一般的火 这火星爆射而出 四周虚空都被燃烧了 方平他们这边 天地棋盘 本就要破碎了 几颗火星落下 直接将棋盘燃烧了起来 方平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回归本体 一脸的震撼 这狗不是一般的强大 半神器啊 这咬得火光四射什么情况 这还只是投影 真身来了 岂不是能把半神器都给咬碎 此刻 风云道人地形真君 天目老人 这几位纷纷跑到了方平这边 这边有点安全感 其他地方那都太危险了 方平和苍茅交好 天狗多少会顾忌一些吧 天目这位圣人强者 这一刻也是无奈 来了 本体要来了 自己又走不了 要不然早就跑了 天狗来了 守全人也来了 这次 昆王分身是死定了 至于自己 看运气吧 长剑再次凝聚出 昆王分身 昆王脸色铁青 他也知道 自己这次凶多吉少了 可他不甘心就这么被咬死了 天狗太可恨了 居然要活活咬死他 这要是传出去了 三界都会嘲笑他 天狗 你休要猖狂 本王这次本体不在 否则哪容你放肆 本体 天狗再次一口咬下 依旧霸道 猖狂道 本体赶来 也是一口咬死的命 本王刚刚才咬断了你本体一臂 你区区一个分身 一敢和本王嚣张 说完 陡然怒骂道 你敢威胁本王 混蛋 找死 这一口咬下去 方平都打了个冷战 虚空直接被咬炸裂了 长剑之上 昆王虚影出现 被咬得直接少了一大块 那边 方平已经感应到了两道强大无比的气息临近 正在撕裂虚空赶来 几乎是眨眼的功夫 虚空被撕出一道巨大无比的口子 金身的天狗龙行虎步 踏空而来 后方 守全人瞥了一眼天目 二话不说 探索就朝长剑抓去 混蛋 你也要抢夺本王的天地剑 那是老子的破天剑 守全人也是暴怒 怒得莫名其妙 怒得跟真的似的 这些老子当年留在天洛殿的破天剑 被洪坤这小子捡走了 你敢抢老子 找死 这俩那是说他就他 方平脸都绿了 你们这一打起来 我们死定了呀 圣人都保不住我们 被两人围在中间的那柄长剑 此刻再次化身为昆王 昆王一脸悲愤 天地剑破天剑 反正就不是昆王剑就对了 这俩无耻之徒 这是本王当年耗尽了一切打造的 怎么就成了你们的呢 可恶 本王本体还在 哪怕你们夺走了此剑 本王不死 也轮不到你们掌控 他刚说完 天狗一爪拍来 虚影溃散 再次化为了长剑 天狗不屑道 什么本体不本体的 拿回了天地剑 本王吃了 不就什么都没了 昆王活着又怎么样 我给吃了 你拿回去呀 你倒是拿呀 对面 守全人再次探手抓取 淡定自若道 吃什么吃 打死了红昆 不就是无助之物了 说罢 怒道 那木头归你 这剑归我 妄想 天狗也是大怒 木头还得自己去锻造 哪有成品的好 天目没有说话 但方平感受到了 天目在打颤 这俩当着他们的面 就开始分赃了 至于天目 圣人及实力 是强大无比 可那又如何 天狗和守全人 是没全部恢复 可此刻战力 还在持续上涨 恐怕很快能达到 破六巅峰的地步 破七恐怕都快了 他们要是破七 那实力都不是一个 破七强者可比的 打一个天目 那是轻轻松松 天目求救式的 看向方平 救命啊 方平也是心里坠坠 别看我 看我也没用 我这也有点怕呀 这俩一言不合 把我打死了 我到哪儿说了一句 可这时候 眼看着昆王分身 要被打死了 方平也急了